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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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 做紅色的泡盤就好看 一些產品的使用感受 我是一個沒有感情的殺手 我不應該有那麼大的希望 不應該有那麼大的希望 很難受 你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文文的髮廊 對 這是文文的髮廊第二期 那我是在 大半個月之前染了一個 南黑色的髮色 但是快樂很短暫 它只在我的腦袋上停留了 一周多一點點 它就開始退退退退成了黑色 放下就比較造作 然後呢 我又想染頭髮了 我其實挺想染那個大紅色的 但是我有那賊心 沒有那個賊膽 然後今天我姐剛好 她買了那個四瓶這個 呃 施華扣的這個櫻桃立宗 然後她自己染了兩瓶 送了兩瓶給我 那我公敬佈成命 我剛好也挺喜歡這個色的 就有一點點偏粉色的那種 但是我的頭髮呢又非常非常的黑 我又不想去漂頭髮 就感覺漂頭髮非常傷髮質 所以就一起來看看 純黑色的髮色 染製的顏色是怎樣的吧 這種是泡沫染髮劑 所以自己一個人操作起來 應該比較方便 送了兩包他們的髮膜 這個保護就是一個 補在身上的還有應該有耳具 啥的 染頭髮的第一步就是要換上一件 黑色的衣服或者是你不要的衣服 然後再套上這個東西 起霧在搖晃 平身時過度翻轉 好的 然後由於上一次的染髮經驗呢 我們這次在就是會染到這個頭皮邊上嘛 我們就擠些面刷 把它塗在我們的這些 染髮的時候會染到的這些 地方 保護我們的 的臉 對這樣也方便清洗一些 還有耳朵這些地方也要抹到 防怕自己的耳飾會染上色 就把自己的耳飾也取了 我這個耳釘的耳夾有點噼 我感覺泡沫染髮劑還是比那種要自己刷的 染髮劑要方便很多 我很快就把整個頭都差不多給弄濕了 就也不用像刷的那樣 那種絲拉感 讓你感覺你自己要禿頭一樣 嗯 我們看 這個紅色的泡泡真好看 我姐還給了我娘 唉唷這個辣眼睛 嗯 我姐還給了我娘瓶 我感覺我的髮量應該一瓶就夠了 嘿 上次我是一個男黑色的乳蛋 現在我是一顆紅色的乳蛋 哈哈 嗯 感覺要變成一個紅髮女 女郎 女紅髮女 紅髮女郎 我還挺希望這個紅調會重一點 因為我的頭髮顏色 底色太黑了 如果它是一種偏久紅色的話 我感覺我一個黃皮如果不化妝的話 應該很難紅住就會顯老氣 如果紅掉重一點應該會挺顯白的 這次完全沒有人到手上 我們就靜靜的等待 三十分鐘吧 然後我去搞個衛生 待會見 啊 一直忘了和大家分享 上一期的 開箱裡面的一些產品的使用感受 首先分享這部吧 Rofra的這個香橙卸妝膏 嗯 它呢也是我在很多博主的推薦之下購買的 用感受總結如下 一 溫和不刺激 不賴眼睛 不服眼睛 二 香味挺好聞的 就卸妝的時候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清潔能力還不錯 但是建議你的眼妝和唇妝 還是用專門的眼唇卸妝液去寫 四 一定要記得乳化 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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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第二個分享的是這個頸霜 說實在的 我該有的頸蚊 它一條也沒有去除 但是我也覺得頸蚊這種東西 就跟皺紋一樣 你一旦形成了短期之內 是不可能靠一瓶頸霜的話 就可以幫你馬上消除的 這想要立刻建築 應該只有醫美的技術能夠達到吧 就是我使用了大半個月之後 我發現我的皮膚之前會有那種 就是你要很近很近的對著鏡子看 會有那種小小小小的凸起 那使用了它之後呢 皮膚就是有感覺到有變得平滑一些 它裡面是還有一定的美白成分 其實在使用的時候也就塗個心理作用 在手上看一下這個膏體 就是它是這種不太好 不會馬上吸收的那種 你要不停的去按摩 讓它吸收藥槽的味道 我還蠻能接受的啦 剛剛晚上染完頭髮之後呢 我沒有馬上給大家拍頭髮的一個 橙色的效果 那是因為我實在是難以相信 染完之後的那個顏色幾乎和我原來頭髮 沒有任何的區別 就是現在這個頭髮的顏色 就拆掉給大家看吧 還是那麼黑 就我昨天晚上以為是我房間暖光的原因 那我就想等到今天早上自然光一下拍一下 於是我大早醒來看 對著陽光看 嗯 它還是這樣 但很神奇的是 只有我的髮頂的這個 一厘米兩厘米的這個頭髮 它是有一點點帶酒紅色的 其他的頭髮就不是排雷 就是黑色底色的話 還是不要去染這個顏色 就會沒有任何的效果 而且染一次頭髮 可能還會傷害你的頭髮 對 13號就回湖南了 那我可能回湖南的話 會把頭髮漂了之後再染一下那個色 我也不確定了 到時候再說吧 我是一個沒有感情的殺手 我太難受了 我好失望 不應該有那麼大的希望 我難受 難過失落的情緒上了頭 但也不要去逃避它 因為任何一種情緒在我看來都是有生命的 它也得有路走 我們盡情的消化它 然後去尋找我們的快樂 一定要擅長 像無言 我走幾乎 我不能看到你 走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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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幾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哥姐姐们 弟弟妹们 叔叔阿姨们 我是不是超可爱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一键三颜哦 晚安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